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这一节来聊一聊 怎么监控我们的芒果DB 以及怎么对我们的设计库的一些操作 增判改查 还有各种可慢的做这个profile profile就是说我们来看它快还是慢 那我们还是从我们的客户端开始 这个最常用的一个命令 其实说常用也不常用 谁没事总看这个server status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用一些第三方的客户端 然后或者第三方一些监控的工具 那它起始呢是用这个命令来看的 来看说我们的server什么情况 server status看一下啊 它其实返回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数据 好些好些 涵盖分化为面 这个网络的使用 内存的使用 存储空间的使用 然后锁啊 还有什么夜交换的 都能在里边这个看到 那我们一般啊 我们就都是只看一部分 没有都看的 比如现在我要看pid 它不是返回一个object吗 这个命令 那我就直接可以点pid 就可以看现在的process id 247 我看一下memory 这也挺常用的 这个给大家略微展开一下 因为这对大家理解 芒果DB有帮助 这是64倍不说了 这个redin呢是说 现在占 在ram中 占63兆的一个空间 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 芒果DB这个instance啊 它的虚拟内存 它要这么多 我们那么小一个数据库啊 它要这么多虚拟内存 要6G多 6200多嘛 对吧 为什么那么大 我再结合这两个 map和map的journal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 因为芒果DB对文件的操作 略有特殊 因为数据库肯定要操作文件 它数据就写到文件里 那怎么读写文件呢 芒果DB使用一种 叫内存映射文件 memory mapped file 什么概念 就是它把这个文件啊 文件可以很大 可以远超过你的这个内存的这个大小 它映射到你这个虚拟内存中 内存有物理内存 虚拟内存对吧 虚拟内存可以很大 然后就像读写内存一样的 来读写这个文件 这个大家学过操作系统的话 就会知道概念叶交换 就是呢 我实际上 我这些操作系统控制这些进程 用到这个内存的资源 可能远大于实际的物理内存 它平时存在我们这个文件系统中 各种形式 这不一定了 然后呢 就看 如果说它要的时候呢 就交换到这个 内真的内存中 把那些不太使用的内存页 给交换出去 这大致一个概念 那么芒果DB就使用这种方式 来读写它的数据文件 这好处是它速度非常快啊 它比传统的文件 那个读写速度要快 这个不好的情况就是说 还是说它对操系统这个依赖比较高 它依赖于操系统夜交换技术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芒果DB很多人都建议把它单独 部署成一个 就这个server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只做芒果DB 这样就没有其他进程来干扰它夜交换了 它自己独立的 这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其实这个map就大致就是你所有的芒果DB所需要存储空间 它就映射进来 那提到这呢 那我也就顺便再提一下这个pagefault怎么看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值 这个值越高其实就代表说 一旦pd的必然降低你的读写效率 所以大家想办法降低这个值 这个值要太高的话 你肯定是成问题 肯定会有一些慢的查询就要出来 那怎么提高 怎么降低这个值 那两个办法 最简单最实用最有效 加内存 内存插满 这个别无他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后面会讲 通过这个shading的一些方式 我们减少我们的数据量 减少每一个instance 它控制的数据量 也能达到减少这个效果 这个我们后面也都会讲到 好那这是我们的memory的情况 挺重要的 那我们还有run tomemory 还有什么 看network 这有一个多少数据进 多少数据出 这个大致可以看一下 还有多少个request 如果这个过高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使用一些什么集群的方案 对不对 或者说优化一下你这个document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是network 然后connection 这有不同 之前有多少个客户端 在连我们数据库 当前是一个 就自己嘛 然后还有15,999个available total created 总共前后create了两个 这东西怎么看呢 正常情况下它是肯定够的 你想一个数据库 它不可能同时有16000个人连 那太大了对吧 但是 有时候它会不够 为什么会不够 这我们研发员要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啊 你这个driver使用不当 造成有的链接没有关闭 反正而且因为在真实应用中 它会频繁访问数据库 每次访问可能会新建connection 然后它又不关闭 它又没有采用任何连接尺的技术 那可能连接会不够用 这个实际我也遇到过 类似的这种情况 很快就会买掉 正常不会买的 这个是我们的run command 还有好多的section 这里有不一一介绍 大家可以google mongodb conger serestatus 然后看这个东西的介绍 其实一般你是根据自己具体情况 比如说你想看看这个storage 那你就再加个storage 可以看在哪个section 可以看storage的一个信息 但我一般不看storage 因为这个存储空间 那真的是太富裕了 现在也不会满的 还有一个东西是这个对数据库的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我们的数据库有多少个表啊 然后有多少个objects在里边 然后objects平均的大小啊 还有这些我们数据的一个大小啊 这个可以直接这么看一下 也很常用 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很多开发人员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 怎么做profi 其实也是一个命令 因为我们这里可能有很多新人以前不做profi 这个我略微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做profi 首先你要准备一个尽量接近于真实环境 或者比真实环境要大一些的一个 怎么做profile database 比如说你做一个这个 学生管理系统 你先往里边插个 你感觉大真有多少学生 五千五万还是五十万 你往里边插一些这些学生的数据 尽量蒙你真实的情况 然后你在上面来profile的查询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数据量做支撑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查询的这个返回的时间都是零 对吧 你找不到慢查询的 只有当数据量起来接近的真实环境 你才能看到到底哪个查询会比较慢 会出问题 我们profile其实很多时候就在找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个查询会造成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profile打开 怎么打开 先第一个是-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profile的一个level 总共三个level 012-1 看现在level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wals是2 2就是说 所有操作的这个查询时间 都会被记录下来 还给设成1 1就是说 当慢于这个slowms 就是比100毫秒慢的查询 我才记录 这个是比较 比较客观 比较常用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真正的慢查询挑出来 不是记录所有查询 因为你做profile也是要代价的 你把它都记好了 这开销太大了 0就是关掉 我们正常上production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关掉也没有必要开 还是比较消耗时间的 只有我们想找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把它设成1或者是2 我们先设成2吧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 那设成2了之后 我们怎么看 那些慢查询在哪呢 我们system.profile db.system.profile 会把当前这个数据库 所有他觉得需要记录的这个查询操作 或者是增删改查 是有些command的操作 把这个记录下来 都在这呢 这个太多了 我略微过滤一下给大家看 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查询 或者这个操作 消耗了多少时间 是这个v秒记的 毫秒记的 millisecond 本来我想投影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多数操作其实是0的 有一个43 一般我们会再加一个 怎么写呢 叫greater 大于一毫秒的查询 才拿出来看 总共有五条 难道说是什么呢 那么再多投影几个数据啊 operation query 把这几个拿出来看看 还有namespace ns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找到的五条 慢查询 或者说慢操作 不一定要查询啊 可以最后这一条为例啊 就是说 我们这条insert的这个操作 operation是insert的 namespace就是我们的这个collection的名字 是我们往这个 刚才我们那个 前一节我们讲过那个全文搜索 text那个collection 啊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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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产生了一个啊 这就是什么呢 content 把这个往往那个collection里插的时候 消耗了四毫秒 啊 其实 我们通过这个操作发现什么 就是我 讲全文搜索的时候 讲过了 因为它要建立全文的所以 那你插入条数据 叫更新这个全文 所以 那这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选 它速度会比较慢的啊 所以说 我在那节我提到过 如果说你这个更新数据特别频繁的话 你不要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这个造成你更新数据变得很慢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profile打开 然后我们到这个db.system.profile 这个表里来看 结合我们的一些条件啊 其实主要还是通过这个 这个min list 我们这个说的时间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namespace啊 还有一些query 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组合查询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来找到 是哪些查询 图慢了我们的系统 好 这一节呢 就到这里 你这真正是说 只cover了我们监控和查询的一小部分内容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课后呢 广泛阅读一下 因为网上这个相关的资料非常的多 那么广泛阅读一下 这对以后你们的开发啊 或者手机会管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